第217章 迷雾报恶王 都小心点 梦志娜将营地围得水泄不通的妖兽群 在看着那居中两头极具压迫性的庞然大物 将雷面色也是布满着凝重 低声喝道 老巫 带人护住营地 是 门言无振面色凝重地硬道 手中明晃晃的刀剑被雄火的原理所包裹着 散发着浓郁的光泽 这在夜色下比火光更容易让人感觉到安全感 关主 那两头包恶王怎么办 一名英植物馆的人问道 将雷沉默了一下 玄机沉声道 我来拦住 你们迅速清炼其他的妖兽 关主 听到江雷竟然要一个人拦住两头包恶王 英植物馆的人面色顿时大变 急声道 不要啰嗦 不想我真的死的话 就加快点速度轻了妖兽 然后过来帮我 江雷喝道 门言英植物馆的人拳头紧握 最后低声应道 林栋小兄弟 小音音他们就麻烦你照看了 我们人手实在不多 江雷突然转过头 对着林栋所在的方向大声道 听到他这话 不少英植物馆的人都是证了一下 这一天的交流 他们对于林栋也算是有些熟悉了 但后者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与众不同来 江雷将这个任务交给他 未免有点不保险吧 江雷老哥放心 对于一些怀疑的目光 林栋倒是并未在意 手掌轻拍了拍 身旁小音音的脑袋笑着道 林栋的笑声刚刚落下 那将营地包围的兽群当中 两头猙獰的包恶王 便拾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吼声 这吼声极为的刺耳 如爆吼 如恶鸣 夹杂在一起 竟是让他听者耳膜震痛 双目眩晕 咦 这畜生竟然还能够施展一些精神攻击 林栋眼中略过一抹奇色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能够施展精神力攻击的妖手 不过这等精神力在他的面前显然是不值一提 当下缺止一谈 一股无形的波动便是不着痕迹的波荡而出 直接是将那蕴含着精神力的声波抵消而下 爆恶王的吼声显然是冲锋的讯号 因此当其吼声刚刚落下时 那数百头妖兽的兽童之中赤虹便是变得更甚 旋即四提脉动 整片大地都是颤抖起来 兽巢如同潮水一般对着营地冲了过来 那弯声势倒也是惊人 杀 面对着兽巢的冲击 英之物馆的众人 也是眼神涌动的凶光 这个时候已是无路可退 只有完命一搏 方才能够游着一条活路 兽巢重重的撞击在营地周围的木刺防御上 不少直接是被生生的刺穿 但奈何妖兽数量太多 尸体迅速堆积 那些简易的防御便是变为了废弃 后方的兽巢一下子便是涌了进来 肉搏开始 兴起已是扑面而来 英之物馆的所有人都明白 接下来方才是今夜最为血腥的时刻 浑厚的原力在这一刹那几乎是同时间的爆发而开 英之物馆的人配合之间显出了默契的配合 三人一组各自形成一个小阵型 手中锋利的刀剑被原力覆盖着 直接使用一头头扑来的妖兽生生动穿 数十个小型的绞肉鸡在成型 而在他们的周围鲜血爆射 寿师一句句的累积起来 阴红的鲜血刹那间染红地面 血腥的味道与凄厉的惨叫声在这森林当中扩散而开 望着那由英之物馆的人用身体搭建起来的绞肉鸡防御 那两头最为凶悍的暴恶王 赤红的兽童中已染过残忍狡诈之色 然后两兽竟然是同时脉动者如山岩般的四体 快若闪电般的对着营地冲去 以他们那强悍的实力所形成的充实 不管对方的阵型再如何的精妙 配合再如何默契 最后的结果都只有一种 那便是阵破人亡 而一旦阵型被迫 出于后方的那些伤员以及小阴等人 便是完全失去了保护 所以当江雷再见到这两头妖兽王的举动之时 面色也是聚变起来 手中重剑划出道道剑影 直接是将身旁的树头妖兽劈成两半 而后脚步一踏身形暴冲而去 最后轰然落在那两头暴恶王前冲的路线中 替那原力毫无保留的暴勇而出 一剑轰然怒劈而下 强悍的原力波动在此刻爆发开来 一道剑芒在地面上掀起一层深深的泥屑 最后狠狠地劈砍在两头暴恶王的身体之上 清脆的金铁之声在夜色当中远远地传开 雄厚的原力在两头暴恶王身体上爆炸而开 那突然间爆发开来的攻势 竟是将两头暴恶王的充实都是遏制了一些 遭受攻击 两头暴恶王也是发出愤怒的咆哮 身体之上有着暗红色的能量涌动 最后再度脉动刺体 冲滤而过 犹如两辆坦克一般 狠狠地撞向江雷 江雷后方便是防御圈 无路可退 手中重剑狠狠地插在地面上 然后体内原力也是催动到了极致 看这模样 竟是打算强行顶下两兽的冲击 撞击发生在刹那之间 两头如同坦克一般的巨兽 狠狠地撞在那柄重剑之上 一圈气劲爆发开来 周遭数丈的地面 都是被生生阵列出一道如同蜘蛛网一般的裂缝 如此强猛的对撞 直接使领着江雷喉咙间 传出一道闷哼声 身体也是接连退后了 十数步方才稳下来 与妖兽比拼力量 显然是最不明智的决定 爹 见到江雷受创 后方正苦苦与妖兽厮杀的江雪 顿时急忙叫道 临动身旁的小音音 大大的眼睛中 也是有着雾气打转 维持防御圈 江雷手掌紧握着重剑 有些鲜血从掌心处流出来 他喘了一口气 并没回头 沉声道 来吧畜生 我到时候看看 你们能拿我英植物馆怎么样 面对着江雷的鹤声 那两头暴恶王再度发出刺耳的咆哮 四体创动地面 轰隆隆间再度带起一道道音爆之声 对着江雷快速冲去 见状江雷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体内原力疯狂的在重剑之上凝聚 然而就在那两头暴恶王再度即将的与江雷冲撞之时 其中的一头啊突然一个急转 竟是巧妙地绕开了后者 然后再度保持着那种几乎毁灭般的冲击 冲向后方的防御圈 由于高速在那暴恶王的前方 空气已是被压缩成一道道空气炮暴射而出 将地面上轰出一个个大坑 这般变故出乎了江雷的意料 当下面色便是极为难看起来 有心想要回原 但另外一头暴恶王已是冲来 若是被毫无防御的冲撞 恐怕当场便是得被撞得四分五裂 雪儿小心快退 乌可奈何之间 江雷只能力声喝倒 因为在那暴恶王冲击的路线下 首当其冲的 正是由江雪以及吴振等人形成的阵型 在他喝声落下前 那江雪以及吴振等人 便是出现在了 对着他们冲过来的暴恶王前 当下脸颊都是浮现了一抹苍白之色 他们可不是江雷 根本不可能抵御下暴恶王的冲击 砰的一声 一道压缩而起的空气泡掠来 重重的轰在吴振手中的大刀上 当下竟是直接的就将其一阵飞而去 最后重重的落在后方 突然间裂开的防御圈 让在所有英职武馆的人都是发出惊叫之声 特别是在见到那冲过来的暴恶王时 面色更是煞白 雪儿快躲开 一些人见到江雪还站在暴恶王冲击的路线上 当下急忙叫道 然而对于他们的喝声 江雪确实被指紧咬着嘴唇 他同样是明白 他一退防御圈就彻底破裂了 到时候他们的结局依然会一样 深吸一口气 一股原力突然自江雪体内涌出 再接着呼啸的空气炮弹再度轰了过来 江雪手中剑芒舞动 生生地将一道压缩炮弹爆屁而开 但紧接着又是竖道空气炮轰来 砰砰的爆炸之间狂猛的气浪 直接是将其手中的长剑震得拖飞了出去 而其本人也是在亮枪后退间 终于是坐倒在地 笑脸惨白地望着 纳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 猙獰巨兽 不要 周围不少英植物馆的人 见到这一幕 皆是眼眶愈烈 一些人呢 想要冲上去阻拦 但却已是无力回天 姐姐 小阴阴大大的眼睛通红 若不是被一名英植物馆的人拦住 恐怕他都是要冲了出去 唉 望着这一幕盘坐在地的林栋 也是轻叹了一声 然后站起身来 林栋小兄弟 别出去 那也是被阵翻在地的吴阵 见到林栋这般举动 急忙到 然而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 林栋脚尖一点地面 已是出现在了江雪的面前 你找死啊 那可是造型镜的夭兽 见到这突然间出现的元首 江雪先是一惊 在他看清来人之后 脸颊顿视一变 急忙喝倒 然而林栋却并不理会他的声音 手掌一握 造型猙獰而霸道的天灵鼓挤 便是闪现而出 鼓挤重重地跺地 然后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一股似乎比江雷 善还要强横的气息 如同一条沉睡的蛟龙般 缓缓地从那看似瘦弱的身体当中 席卷而开 嘴中的鹤声嘎然而止 营地中所有人的动作 都是在此刻慢了一旁 江雪更是满脸不可思议地 望着身前那一道身影 在这一刹 那原本瘦弱的身影 仿佛变得可扛天地 别说的是对的 这一刻江雪的脑海中 只有着那么一句话在回荡着 那个看起来懒泱泱的家伙 果然不简单 那边 我突然不简单 第三个看起来 那边 那边 我突然不可思议地 是非要将生命起来的